2011年 相声历史上首次出国商议 德云市世界巡演至澳大利亚悉尼战精彩片段 欢迎收听 卢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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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� 谢谢 四伯爬 买神不行 来了好几天 昨天在墨尔本 对 中间到悉尼转扎 好像以前没有像上这么演出过 嗯 很开心 是 悉尼的第一次给了我 昨天墨尔本第一次也给了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两个可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从清朝末年开始有了象征 到现在大约150年 第150年来象征出国商演 这是第一次给各位见证了这一历史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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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场之前我在和主外方的协调有时间 因为在国内演出啊 竟是 你说就说的十二点多钟 然后说 说到几点钟 但是 据传说国外有要求 说必须到几点几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是要害死主办方 去传说 过了多少分钟 早上就要罚三倍以上的钱 哈哈 哈哈 然后 我就问他 我说是罚你还是罚我 他说罚他 我当时也是这么开心的 哈哈哈哈 他现在还在后台哭呢 哈哈哈哈 尽量协调尽量多说 对 好容易来一趟挺不容易的 大伙儿对我们都熟悉 嗯 郭德纲 余谦 我们哥儿俩 让您各位可破碎了 是 花了这么多钱买票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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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没有 那都是这么票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刚才 在后台 咱们比方电视台聊天问 什么叫演员的义德 啊 说这个义重要 德重要 我说这是 两回事儿 义就是义 德就是德 我生的也晚岁数也小 但是我所接触的同行艺人 没有得意爽心 哈哈哈哈 对吧 对吧 实话是说啊 恐生人跟着卖票 您也不买 哈哈哈哈 不管您各位今天 花了多少钱 非常开心 我要好好地说 是 能耐有钱 但是我得卖力 对不能偷玩 您各位尽管开心的笑 比什么都强 时代再发展 社会再进步 生活非常的紧张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为难的地方 缺车的缺房的缺钱的缺德的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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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去什么的都有 我可给不了 哦 指着清段项上就发财了 清段项上就不用还账了 我做不到 啊 但是我能让您快乐 您进过来乐 因为你要不乐的话呢 嗯 那个票钱我也不退 哈哈哈 这倒是 花点钱能乐出来 在这个年头我觉得是下好事 不管您花多少钱 比如说有人说了 我花了五百块钱买了一张票 一 那么好好地乐 嗯 乐回自己这张票下来 哈哈哈 这就是了 因为你在家里看着这钱 你乐不出来 哈哈哈 看着钱 今天没事 在家里边 数数五百块钱 搁桌子上 坐这儿你乐 你乐不出来啊 是 你真乐出来 你那并五百块钱是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太神经病了 啊 来澳大利亚好几天了 今天一早 从博尔本飞到西级来 对 来了余老师特别的兴奋 是 她在这儿有朋友 对 啊 好几个小姑娘跟着都输了 哈哈哈 接着说 接着 哈哈哈 哈哈哈 来了就跟我说了 我带你逛街去 我带你吃饭去 我是主办方安排 叫你甭管我 我带你出去逛 我这儿熟 啊 带你吃 西餐 到这儿来就得吃西餐 转来转去 最后 转到唐仁街了 哈哈哈 唐仁街也有 找你今儿卖豆浆吧 哈哈哈 要了六碗豆浆 四支啤酒 两根黄泉水 哈哈哈 干嘛呀 喝得我费叶子都飘了 哈哈哈 说话都水泥了 哈喽喽喽喽 哈喽喽喽 啊 我才明白 真是西餐 哈哈哈 哈哈哈 到西里吃西餐 到西里吃西餐 哈哈哈 我说咱们就没点干的吗 哈哈哈 我老是很开心 要了两碗豆腐脑 哈哈哈 也算干的 喝完了还找人服务员要牙签 哈哈哈 哈哈 饿气 你是憋着踢出肉丝来啊 哈哈哈 我家房子都贴也不得了 哈哈哈 真好啊 今天我带你去吃啊 哎呀哪哪哪 还没喝了豆呢 我带你去吃六明治 哈哈哈 六明治 对 三明治 两个三明治 哈哈哈 按饭来说的 啊 六明治就是两个三明治 六明治 你吃过吃过二明治吗 哈哈哈 你说我都没听说过二明治 馅儿表 馅儿表三二明治 两层对吧 嗯 一明治吃过吗 哎呀 一层 哈哈哈 这是按厂省的 对啊 嗯 明治 明治 明治是谁 日本天皇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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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说的还能吃吃货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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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吃西餐不如吃中餐 顺流 中餐喝口味 喝口味吃惯了啊 而入香随所吃俩的也可以接受 本来来的时候还寻了几句英文也都没用上 还寻英文的吗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你会这么多 嗯 你叫什么来着 谢谢你怎么说 啊 三 三个乌鲁木齐 啊 啊 你谢谢你新疆人干嘛 哈哈哈 哈哈哈 不会说 不会说 不会说就别说了 不说了啊 能站在悉尼的舞台上挺开心 是 这个地方叫市政厅 对啊 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也挺不容易的 那倒是 虽然说做新年了 哦 这帮说下了 活得还不错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从小学义 做科耶 苦难的岁月也很多 我是七岁学义 对 余老师十二岁进去 我进哪儿去 学义团的学员班 上哪儿学习 学习一下 到后来 两个人一起合作 一步一步走过来 今天很好 齐满足满大家来听向日 当年不行啊 当年没人听 向日也不紧气 也不挣钱 是 那会儿穷的都不行了 嗯